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到自己的身体 感受 情绪和认知 回到自己的花园去照顾好自己 这是一个好消息 静坐的时候 背部挺直 全身放松 坐姿放松稳固 就能够舒服地坐上好一段时间 身体安稳 心就能够平静下来 稳固的坐姿能够将身心都安定下来 如如不动地坐着 将身与意的行为降至最低 原本可能已没在思想里头的我们 就不再受到念头或者感受去牵引 当我们静坐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请钟 为什么我们叫请钟而不是敲钟 因为我们将钟当成朋友 希望邀请钟声进入我们的身体 听到钟声的时候 我们吸气呼气也都吸收这个美丽的声音 现在我们会以钟声作为静坐的开始 钟声是将你呼唤到当下 美好的钟声是提醒我们 真正的家就是当下 聆听钟声去帮助我们去开始静收 当你听到钟声的时候 当你听到钟声的时候 就好像有人去呼唤你 回家吧 不要再跑了 回到自己心里面的家 回到生命的家 除了当下之外 你没有任何要到达的地方 现在我们开始静坐 刚开始练习 觉察呼吸的时候 我们的呼吸可能没有那么平静 或者有一些的短促 甚至吸气呼气不平均 这个因为身体里面有紧缘 或者我们的心被悲伤 或者其他事情去占据 于是感受不到平缓的呼吸 吸气和呼气的时候 只要专注在呼吸上面 如果持续练习呼吸觉察 我们的吸气和呼气 就会变得更轻柔更深入 亦都更平静 而分暖的心 亦都由此静止 我们首先会有三个练习 这三个练习 能够去把我们的呼吸 回到平静的状态 第一个是吸气时知道自己是吸气 呼气时知道自己是呼气 第二个是觉知到吸气和呼气的长度 第三个是从头到尾注意整个呼吸 对呼吸有了觉察 我们在静坐的呼吸 我们在静坐的呼吸自然会更深更缓和更平静 让我们一起去练习 吸气 吸气 我知道我再吸气 呼气 我知道我再呼气 吸气 我看到呼吸的长度 呼气 我看到呼吸的长度 吸气 我跟着自己吸气 从头到尾 呼气 我跟着自己呼气 从头到尾 以下来的症状 我们会在每一个的解纵里面 去加入一些关键词 去帮我们练习呼吸 当我唸第一片的时候 每一行诗句都是唸给自己听的 第二片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呼吸 吸气 我知道自己再吸气 呼气 我知道自己再呼气 吸气 吸气 呼气 吸气 吸气 气息渐心 呼气 气息渐缓 气息渐心 气息渐缓 气息渐心 吸气 我感到平静 呼气 我感到平安 平静 平静 轻安 吸气 我微笑 呼气 我放下 微笑 放下 革擦身体 我吸气 我吸气 放松身体 我呼气 革擦身体 放松身体 封 structured 废甜 静 keinen静 我冷静 干ろ 衬 Brooklyn 细 安定 有一辈午 你質疏 我也认不少 而且你質疏 你itat 穿妳 可以 你有力 培怄 你 Sort 你閒累你 安定微笑 吸气 我安住在当下的一刻 呼气 我知道 这个是美好的一刻 当下一刻 美好的一刻 我们今天的物想 就到这里了 愿上主出人意外的平安 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 保守你的心怀意念 我们下次见 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请加入成为 灵心旅程的女伴 邀请你的自爱同行 每日操练 一起踏上灵心旅程 Inner Journe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